為什麼很多民進黨的朋友 願意支持我們 是看到農民的苦 那我們有為農民真正在做打算 其實這沒有什麼大學問 你只要拚經濟 找通路 那人民就不會痛苦 很簡單的道理 沒有什麼 那你不願意賣 現在又走向對白 然後又在講我們什麼 雞雞歪歪一大堆 紅色訂單 政治訂單 都假的 那就是訂單是還有分紅色的 綠色的 還好剛剛簽那張是白色的 那你把大家都抹紅了 有什麼意義 很奇怪 不知道在想什麼 那現在美國不是也要來了嗎 那你去買了戰鬥機 一買一架就六十億 我們銷了七十萬斤 也不夠三千多萬 那我們農民賺了三千多萬 還不是全部賺的 還要本錢啊 還要肥料啊 還要人工啊 那你一閘就是六十億 六十六架就三千九百億 那你是買到什麼 買一個美國人對你的保護嗎 如果我們今天兩岸能交流 和平相處 你還要買你這個飛機大炮 還要軍備競賽嗎 我想這個就本末倒置啊 清德兄 你現在也不是行政院長啊 當時如果你聽我們的話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忠言逆而立以行 那你聽不下去 現在回來走上街頭 重新要請聽民意 為時已晚 因為房屋稅你一漲八十一趴 人民向我們請求 我們向你苦苦哀求 希望不要加那麼重的稅 因為你連理都不理 你以為你要去當院長了 結果現在你又回來 難怪這些鄉親對你 不要說兩兄對白 也不要說給你拍拍手 對你已經很客氣了 只不過是抗議而已 你知道他的租金 從兩千多變兩萬多 那你不是在跟他開玩笑嗎 十倍 而且那個房子 還是他們拿錢出來蓋 這裡就有很多麻豆第五市場 所有建築物都是鄉親拿出來蓋的 那結果你用法律訴訟來對付他們 所以我覺得說為政以德 譬如北城居取首而眾心拱之 你今天如果是私人鎮 讓農民愚民能安居樂業 我想大家不會有意見 我們會給你更多的掌聲 當你背離民意 你要重新回來 你不怕用意地 變中頂巷侃 失志猶在地 機會爛上爛 請上場 這句話送給你 谢谢大家